想吃面包怎么办?今天教你在家用碗蒸面包 不用烤箱,不加一滴水,鲜耳拉丝,比买的还好吃 首先准备3个鸡蛋,3克酵母粉,50克白糖,搅拌均匀 放入250克左右面粉,搅成絮状 再放入20克食用油,移到案板上,推拉揉搓 揉成一个光滑细腻的面团,密封醒发至两倍大 醒发好的面,我们揉面排气,分成等设的面剂 取一个面剂,擀成椭圆形,放上葡萄干,从一头卷起 再次擀成椭圆形,再次卷起 然后准备家里吃饭的小碗,刷上油,放上生胚 再次醒发两倍大,刷上蛋黄液,盖上保鲜膜 水开即时蒸40分钟,关火焖5分钟 小碗面包就做好了,渲染拉丝,不用烤箱 不加一滴水,比买的还好吃 全家人特别喜欢,喜欢的老铁双击保留试做吧